这是今年4月20号收到的一封信 内容是告诉这个小区的居民 从4月26号开始 工人们将要来维修小区里的人行道 这个工作将要进行四个星期 届时每天上午7点半到下午4点半 有工人要来施工 5月6号有工人过来挖开一部分路面 把有问题的地方坐上标志 清除掉挖开的垃圾 再把家门口给你清洁干净 16号这天一大早来了许多工人 还带来了好多机器设备 开始施工 他们先是用一台路面开掘机 将垃圾路面自动挖开 随即挖出来的垃圾缴碎之后 从机器的后面的管道里喷射出来 后面有工人推这个小车 把这些缴碎的垃圾 然后倒在公路两边 这是一个新建的小区 这些房屋和路面 到现在才有两年多的时间 从来没建的路上有一点裂缝和塌心的地方 但是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要这样大洞干戈的 进行路面维修 还用扫把把我们家门口都扫得干干净净 有一个邻居走过去 找到工作人员 在向他们在交谈 估计是在询问一些施工的情况吧 这个时候垃圾清扫车就开过来 把之前工人倒在马路两边的施工垃圾 全部清理干净 因为这个开挖的路面 只是整个人行道中的几段 所以在这个开挖的接口的地方 工人还要把它切割整齐 这样铺出来道路应该是比较好看一点 由他人来开挖的路面 道路清掃车 将马路上那些缴碎的沥青 全部清理干净之后 工人再用高压气棒 再把马路上的灰尘全部吹干净 这个工作做的就比较细了 另外还有工人将之前路面开挖机器 挖的高低不平的地方 再进行人工修理 将路面开挖的更加平整 道路清掃车 再次过来 将工人们清理出来的那些灰尘和小碎粒 再一次清洁干净 所有的清洁工作做完之后 过来两个人开始检查 戴着安全帽挺着大肚子的 应该是一个监理人员 他在这边支支点点 可能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 不符合要求 果然 不疑会有一个工人 开着工具车 过来进行修补作业 他修补的地方 是一个小型的圆口引颈盖 可能刚才那个机器挖的时候碰到他了 他正在和坐在车上的邻居做出一些解释 完了他又从车里包出一包水泥 浇上水 搅拌一下 开始修补 他再拿出一个水瓶瓷进行测量 英国的工人 英国的工人他们干活的时候 特别喜欢跪在地上或者坐在地上做事 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的方法 这样子不容易伤着腰 他又把对面刚才施工的一些地方进行一些修补 这些工作做的都是很细致的 他们的防护措施做的也非常好 他们的裤子上面 膝盖部分都有个很厚的那种耐磨的护膝 这种安全意识 自我保护意识 英国的工人做的要比国内好 修补完之后 他再用烧把将这个所有的垃圾全部清洁干净 然后开车去找下一个需要修补的地方 第二天 也就是5月43号 一上班 来了许多工人和好多设备 他们首先将经过一个晚上的路面 再次进行全面的清洁整理 一辆沥青搅拌车开过来 将搅拌好的沥青 倒在小推车上 交在昨天挖好的路面上 现在有两送货车开过来 停在邻居家门口 疫情期间 许多人都在网上买菜购物 玩了商家送货上门 原来是马路对面的家邻居买的东西 因为家门口现在正在施工 所以送货司机把车辆停在了对面 工人推着一台小型的机器 将铺平的沥青路面 再进行敲打压石 然后压路机再过来 进行最后的平整 为了防止搅拌好的沥青 粘连在手推车上 所以工人们在接沥青之前 都要用一种液体 浇在这个车子里头 我不知道这是浇的水还是油 所以他们的施工结束之后 这个手推车里头都是干干净净的 不会出现那种沥青粘在上面 拔都拔不下来的那种状况 早上出去遛娃的两个邻居 也推着婴儿车回来了 在这种沥青粘在这里 现在铺到我们家门口了 这是我在二楼窗户上看到的情景 路面铺好之后 有个工人在向沥青路面上浇水 开始保养 然后工人在用小心的手推 机器将路面进行最后一次碾压 其他的工程车辆设备开始撤离 最后还有工人对所有的施工区域进行全面的清洁和打扫 至此 这个预计一个月的工程全部结束 这是我第一次在英国看了一个完整的道路施工工程 虽然这只是小区里的一个道路修补小项目 我发现他们的每一道工序 做得都特别到位 而且他们的清洁工作做得特别好 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虽然我们经常吐槽英国人的工作效率 但是他们工作当中的一些好的经验 方法 以及工人良好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还是值得我们学习 感谢观看